秦皇手拿着和氏碧, 刚刚想吩咐人将和氏碧收藏好, 论相遇就急中生之, 上前几步跪下就想, 大王,这块和氏碧是天下无伤, 知玉碧身上有多少瑕疵, 玉眼一时就很难看得出来, 不如等小臣指给大王看看, 秦皇听到的感觉, 啊, 这么漂亮的玉碧, 哪里有毛病啊, 你快点指给寡人看看, 立刻就叫内侍将玉碧交给伦相遇, 伦相遇一接过玉碧, 一跳就跳起身倒吞几步, 挖着宫殿旁边那条大铜柱, 登大双眼满面怒气, 对秦皇说, 和氏碧是赵国的国宝, 大王要用十五座城池来交换玉碧, 我们国君召集群臣是商议, 群臣都说秦国至此强大, 一定会抢走玉碧, 不如不要来换, 唯独阿神认为, 普通老百姓尚只讲究信义, 何方堂堂一国的大王, 怎会这么不守信用, 你们不能用小人之心夺君子, 错怪秦国大王, 我们国君听到神这么说, 才答应派神拿玉碧来交换, 我们国君心爱这块和氏碧, 送和氏碧来之前, 债戒沐浴了五日, 然后公公敬敬送玉碧来, 召国对这块和氏碧已经是正中其事, 对秦国也十分尊敬, 但是大王一见到和氏碧就得以忘形, 又徐徐匾匾将玉碧交给大夫轮流来观赏, 还送入皇宫给宫女来玩弄, 似毫未见大王有用十五座城池交换玉碧的诚意, 大王敢做法既不守信用, 亦辜负了赵国一番诚意, 故此臣拿回和氏碧回来, 那个秦国大王, 那时知道上了当, 两旁武士就欺轮商于一戒书生, 拿起刀就撲上前上来搶和氏碧, 轮商于大喝一声, 不准动手, 今天玉碧就在我手上, 纵使秦国千军万马也抢不去, 如果哪个胆敢上前一步, 我就将和氏碧打到粉碎, 然后撞死在这条柱里, 我零死也不让秦国得到和氏碧, 轮商于说完, 两手高举和氏碧对着一条大同鼠, 就准备撞碎和氏碧, 秦王就惊起上来了, 哎呀, 撞死的轮商于就很闲, 打烂那块和氏碧就浪了, 秦王就快点, 郭大夫千万别误会, 寡人怎么会这么不守信用呢? 来人, 将地图摊下来, 寡人早已准备, 将这十五座城池交割给赵国了, 就是这十五座嘛, 大夫, 你上前来看看, 那个轮商于望一眼秦王, 见他在地图指东或西, 分明是想骗我走过去, 他将和氏碧一抢到手, 那我们赵国一寸土地都拿不到, 论商于还举起和氏碧说, 我们国军因为敬送大王, 才忍心将这件稀世之宝送来, 国军派小臣拿和氏碧来秦国那时, 宰戒沐浴五日, 然后招集文武大臣, 举行送碧仪式, 恭恭敬敬地送欲碧来, 但是秦国也应该隆重来接受欲碧, 请大王也齿戒五日, 然后举行受碧仪式, 这样神才敢将欲碧献上, 那个秦王一心想拿到这块和氏碧, 就什么都答应, 论商于就双手捧着和氏碧离开皇宫, 那时秦国满朝文武, 见到论商于捧着欲碧扯, 又不敢上前来抢, 一上前就怕他打坏欲碧, 只好眼睛睛望着论商于离开皇宫, 那时商于回到管役, 他心想, 我临走曾经答应赵王, 秦国如果不交割十五座城池, 就圆壁归照, 今天虽然叛死拿弱壁回来, 知秦王为人奸诈横漫凶狠, 他哪里会拿城池来交换呢? 五日之后, 如果被他抢走欲碧, 城池也不肯给我们, 那岂非又欲国体, 又赴赵王所托, 我还有什么面目回去见赵王呢? 轮商于想了一阵, 立即吩咐他心腹随从进来, 将和氏碧用布鲍鱼, 绑在随从身上, 然后叫他换一套上山打柴的衣服, 拿着淡挑柴刀, 运出京城, 吩咐这个随从, 留夜将和氏碧带回到赵王, 还叫他对赵王说, 论商于怕秦国欺负赵王, 不肯交付城市, 故此将玉碧拿回来给大王, 商于得罪秦国, 要留在秦国顶罪, 请大王放心, 商于宁死也不会使赵王受辱。 论商于这个随从, 真是留夜回到赵王, 赵王收回那块和氏碧, 又听到论商于这样说法, 十分感慨, 商于果然不负寡人所托。 再说秦王这边, 秦王就答应了齋戒五日, 然后接受和氏碧, 分明是拿来说的, 每日照样花天酒地过了五日, 接受和氏碧的日期到了, 秦王就为了掩下威风, 又想炫耀那块和氏碧, 就召集满朝文武, 和各个诸侯各留在秦国的侍者都来到宫中, 看秦国来接收和氏碧。 那天, 秦王的皇宫日布置十分华丽庄众, 那些奔客来了, 宫中的乐宫也准备好了乐器了, 两旁互为武士, 亦都盔甲鲜明, 刀枪劍击, 闪闪发光。 下面就来报, 赵国侍者道。 也持忠明鼓响, 乐宫奏起乐器, 派出来迎接召国侍者的施礼大夫, 公公敬敬, 带着轮商鱼入宫。 轮商鱼神太智语, 一步一步上前来拜见秦王。 拜见完, 秦王等着轮商鱼献上玉壁。 咦? 什么两手凶凶呢? 又不记得有徐从捧着玉壁。 秦王心中打个凸, 玉壁呢? 轮商鱼不方不望说, 秦国自秦目公存位到现在, 一共二十几位国军, 一直都是不守信仪的。 软的就蒙明是公进国。 近的就商鱼欺骗魏国, 将而逼死楚怀王。 往事历历令人难忘, 前车可监。 神就怕重蹈覆车, 怕大王晦约, 不是真的愿意交割城池。 故此, 神已经派人将和事壁偷偷带回召国了。 神自知难免一死, 今日突来领罪。 秦王听到这么说, 当堂生气到面色都变了。 蛤? 你你你你你, 斗胆欺骗寡人, 寡人已经照着你这么说, 宰戒了五日, 今日这么隆重来接收欲逼。 你自己不守信仪, 还信口开河, 说寡人欺骗你? 是尼欺骗寡人之真, 来人将他绑上来。 两旁武士一勇上前来逐论相遇, 论相遇就大声喝着, 别动手。 请大王等神先说完。 今日天下谁不知道秦国强、 召国弱, 只有秦国欺负召国。 哪里会有召国敢欺负秦国之理? 大王如果真心想用十五座城池来交换和氏壁, 请大王先交割城池给赵国。 然后派的侍者和神一起去召国拿和氏壁, 召国怎敢背信气而得罪大王? 神自知今日必死无疑, 知到底是召国欺骗秦国? 还得秦国此强凌弱, 强占欲逼, 天下奸自有功论。 好了, 神的说话说完了。 要杀要汤要落又获, 任从君变, 无需捆绑。 神父守秀刑。 鱼相如一番正义凉言的说话, 一呼临危不惧的神态, 说到秦国朝上一片静莺莺。 各国的侍者, 你望我, 我望你。 秦国满朝民无啞口无言, 秦皇登大双眼, 一尾在着头大起。 秦国的丞相就吩咐武士来捆绑伦相语, 两旁武士刚刚涌上线, 秦皇就大声喝着, 不得无礼。 和我, 送侍者回公管。 隆相如呢, 就行了个礼, 按按按员就翻出朝堂。 散朝之后, 秦国的大臣都不愤怒。 秦皇就对他们说, 唉, 今日就算杀了隆相如, 也拿不到和事壁。 反而会被天下人议论 说我们似强灵弱 为了一块和势逼 庆斯动众的打赵国 也不值得 倒不如放论湘宜回去 以后再想办法看 最后 秦皇再用厚礼 来对待论湘宜 送他回赵国 有一句诚语 叫玄壁归照 就是出自这儿 后世人 道称赞论湘宜 说他不畏强暴 又机智勇敢 斗赢了这个万环不可一世的秦皇 他不单止保住一块和势逼 他保持了祖国的尊严 使得秦皇不敢任意来欺负赵国 那论湘宜 回到赵国以后 赵皇就十分赞赏他 即刻封他做尚大夫 之秦国呢 这回虽然是无可奈何放 走了论湘宜 但是秦皇呢 就一直怀恨在心 那么在当时七国之中 秦国是最强横的嘛 功成佔地 列国都无奈何的 现在连一个小小的和势逼都拿不到手 还受了论伤如一番教训 在大庭广众中来刁面 秦皇呢 就硬一心要报复 过了三年了 秦皇呢 就学他祖先的做法 派大将白起 突然袭击 攻占了赵国边界一座城市 将大军集在边境 然后呢 就派侍者去见赵惠民皇 请赵皇来到秦国免辞的地方相会 两国修好结盟 那位赵惠民皇收到秦国这封国书呢 立刻就找那帮大臣来的商议 怎么对策 赵皇就说了 秦国当年约楚怀王去惠民 结果呢 就组了楚怀王在咸阳 逼死了楚王 一直到今天 楚国人还为他们的楚王伤心 现在秦皇又约寡人去惠民 无非是想将寡人当楚怀王来对待的 各位说怎么办好呢 上将军廉婆就说 秦国既然是来请大王去惠民 那如果不去 一来就被他找到藉口 二来他以为我们赵国怕了他不敢去 就会更放肆来侵犯哦 还是去一次为好哦 论商与也说 秦国先来攻打我们的城池 驻习大军在边界 分明是想借故生事 试探大王敢不敢去 不如这样 就由神保价 大王就去免辞和他商会 国宗的事 就交由廉婆老将军来处置 那秦国一定不敢放肆的 赵王听到这么说一想 好好 相如能够舍身保存和事碧 圆壁归照 寡人有距离保价 还不怕秦皇啊 于是 赵王就又论商与跟随语 出发去秦国 免于那个地方 和秦皇相会 那么这一次呢 就和上次论商与 拿欲逼去秦国不同 上一次呢 是拿个和事碧去 大不了打烂的欲碧而已 这一次呢 是赵国带王亲自去的嘛 一出真事呢 就好像上次坐怀王那样 连国军都被他续埋的嘛 所以赵国也都倾全力来做好准备 准备应变 由大将李牧 统率五千骑兵跟随着赵王做保价 平原军就带领大批军马 住宅来边界三十里的地方 准备随时攻打过去救赵王 赵国京城 这次大王去咸阳 来汇旅途 连汇民时间前后 就不会超过一个月 为了照国安礼 神想和大王约定 神想和大王约定 如果三十日后大王还没回来 那神就像楚国的先例 在京城立太子为王 使秦国死条心 别拘留大王来娇胁赵国 赵王听到这么说 就拉着联破双手说 好 盧将军真的想得周到赵国的事 一切就拜托盧将军了 说完之后 赵王就带着论相遇 一直到秦国面池的地方 那时候秦王已经到了 派人出声迎接赵王 李牧将带着赵国的五千精兵 集在城外 游轮相遇 就陪伴赵王入免池城 就住在免池城里的管役那里 那晚 秦王就派大夫来请赵王 明天就和秦王相会 哎呀 这么快就会盟呢 不知在秦王葫芦里卖了什么药 现在虽然李牧带着五千精兵 集在城外 平原军人带着大军集在国境 自自己孤身入苦悦 生死未博 那位赵王 那位赵王啊 心惊胆跳一晚都睡不着 第二天一早 就带着论相遇 和一班徐重 去和秦王相会 哈 又想不到 这一次呢 这一次呢 那位秦王十分客气 趁着走到台街来迎接赵王 还开了个十分盛大的宴会 请了各国诸侯和侍者一起来 为赵王接风 那时候呢 这位赵国大王呢 才把心中那块大石头放下来 哎呀 真是一场虚惊啊 原来秦王没什么恶意 是真心和寡人交好的 在宴席间呢 两位君王就互相敬酒 有讲有笑 十分容忌 喝酒喝到一半了 秦王就似义 又三分酒意 满面笑容对赵王说 寡人听闻赵王好会弹琴的 这次机会难得 今天这么高兴 就请赵王弹之曲给大家听 哎呀 这个秦王就确实太离谱了 在宫中饮宴 弹琴那些呢 都是所谓下战的恶功来的 堂堂一个赵国大王 你叫他当中来的弹琴 分明是最大的恶欲来的了 赵王呢 又生气又生气了 就周围去找个论商语 至于那时候呢 是两国君王饮宴 随从只能够坐在下面 不准跟来的嘛 赵王就找不到论商语 就没办法了 那秦王一招手 两个侍重就拿着个琴 就摆正在赵王面前 秦王又开口了 来来来 请赵王弹琴 赵王那时候呢 面色呢 由青变红 由面变红变飙冷汗 没有办法了 只能咬着牙关 就弹了一首曲 刚刚弹完 秦王就拍一首掌大声笑 好好好 弹得好啊 听闻赵王的祖先列侯很会弹琴的 原来赵王的本事是祖传的 来人 叫使官上殿 将这件事记载下来 过了一阵 秦国的太史 拿着记载来读 某年某月某日 秦王和赵王在面前相会 秦王命令赵王弹琴 那位赵王大王 刚才弹琴已经十分乐面了 不过都只是当众出丑 啊 现在还要把这件丑事 写到秦国历史上 以后就成为天下诸侯的笑话 咦 赵王什么面子都雕光了 自家顾掌难命 想反面也不敢啊 正在这狼狈不堪 秦王呢 和那帮秦国大臣 奇奇卡卡放声大小 正在这个时候 自建坐在街下的论相语 满面笑容 拿着个装走的瓦盘上来 公公敬敬对秦王说 赵王听说秦王最擅长秦国音乐 神公奉上瓦盘 请大王敲瓦盘做兴 秦王一看 咦 又是你这个论相语 咦 那年就是他当众侮辱自己 拿走的和氏碧 欺错在当初没有杀了他 今天他居然敢当众侮辱寡人 要寡人敲瓦盘 咦 得了咦 秦王一生气得真是头壳顶出现 整个跳起身 想下令逐轮相语